所相处旗下的国会特别委员会将在来临星期三 针对这起超额持股丑闻举办听证会 公民社会组织希望除了传召风暴主角阿战巴基之外 也必须传召吹哨者以及事发当时的反贪会前掌舵人共证 听证会也必须全程现场直播 竞选盟18岁投票组织政治改革与民主研究中心等专业国会社区先锋组织 下午发文告建议国会特委会听证会传召者 必须包括了举报阿战巴基的吹哨者拉里达 涉及本案事发当时的前反贪会领导人 相关的监管机构都必须出席以提供详情 如果只传召阿战巴基一个人完全不足够 一众公民组织建议听证会可以通过国会或政府官方社媒同步直播 让人民监督判断来恢复对这个廉政机关的信心 调查报告完结之后也必须提成国会辩论 这场听证会将在19号下午2点登场 我慢到这边 我慢到这边 我慢到这里 我慢到这边 我慢到这边